樹的殭屍大腸 麵腸一定要先下鍋 乾煎過 把麵腸的香氣煎出來 豬大腸我用麵腸了 用麵腸來代替它 來怎麼切 我先這樣切 你知道是這樣有沒有 切成它的長度出來 再對剖就可以了 我們將麵腸切成段狀 再來切成條狀 好 來那殭屍 殭屍要怎麼切勒 來教你 記得殭屍大腸的殭屍 千萬不要切得太細了 只要多粗勒 就這樣這麼粗喔 注意看囉 就這樣有沒有 這麼粗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也是會加點酸菜 增加它的體味作用 這樣 那你酸菜我會比較建議 你如果胖囉 你買回來 因為醃漬的關係不一樣 有的味道會比較重 那你可以先把它泡水 不要那麼重 要如果要泡水是5分鐘而已喔 你不要把它泡了10分鐘 那就加那個酸菜就沒有意義了 來 辣椒一般香 雖然香濕大腸的辣椒 它不太氣質 它又有點微辣 口感才會好吃 那你個人不喜歡吃辣 OK嘛 你就放紅蘿蔔也可以啊 吃素的啊 那大致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用素的麵腸 麵糰 一定要先把麵腸有沒有 放少許的油 去把它煎好香 放適量的砂油 讓它稍微微熱 差不多百里多 再下食材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說 現在冷鍋冷油下去 它這個甘油啊 會吸油啦 像這樣 下去 有聽到 齁齁齁就可以了 因為畢竟 畢竟我們這個麵腸 它也不容易入味 可是你要怎樣想要提香它 今天吃素的 薑絲大腸 用麵腸一定要重點 就是麵腸下乾鍋 下去煎香它 煎製兩面黃 香氣也出來了 那我食材有沒有 有點金黃色金黃色的 我們薑就可以下去 記得喔 薑絲大腸的重點 這個是第二個重點 你要注意 薑一定要炒到薑毛起來 好 來這時候我就下了我的酸菜 還有辣椒 齁齁齁齁齁 適量的鹽 少許的糖 讓它回甘而已 我要讓它回甘 來 再麻煩一下 一定要再加點水 齁 加上水多少勒 你的水都有沒有 100cc 我要靠著這個水 把它味道 縮到那個麵腸裡面 這樣吃起來麵腸不會 淡而無味 燜煮一下 快要好的時候 那我等下起鍋的時候 看個人而已 因為我喜歡酸一點 我就兩大匙 一般我只要因為放一大匙就夠了 一大匙 白醋 你看 噢噢噢噢噢 100cc的水分 噢噢噢完全也乾了 對 我們的那個有沒有 麵腸 有點入味了 好 好來 我的薯的薯米肚大腸煮好了 來 馬上可以上菜了 你薯的薯米肚大腸要怎麼做 記得 麵腸一定要先下鍋 去乾煎過 把面場的香氣煎出來 可是在 Tang煎的時候 記住喔 不宜一直拌 適量呢 拌煎有沒有 伴dro Пос rig 再換一下 再半分鐘 再換一下 那个面长香气才会慢慢的上来了 它受热就会均衡哦 谢道明